一早就有不少民眾到市場採買 不過爆發疫情以來 不少攤商生意受到衝擊 現在北市寄出補助 要鼓勵傳統市場業者 也加入外送平台 轉型拓展商機 不出門的客人越來越多 他們這樣每個月 大概可以增加一層的生意 他們下單 到我準備後只有五分鐘的時間 我前面如果有三個客人 我來不及啊 那做不出來你拿的手機 一直吹我一直吹我 吹到後來是不是大家都不好 攤商反應兩極 北市補助計畫編列四千兩百萬元 為期六個月 每攤每個月最多可以補助一萬塊錢 北市也和多個平台 像是UberEats Koopanda 沙皮合作 讓選擇更加多元 然而不少採買民眾 也坦言習慣現場挑選 親自確認新不新鮮 我是習慣還是現場 都在傳統裡面買習慣了 就比較有那個就看到東西 那平台那個有時候看跟我們 新鮮的食材一樣 我喜歡自己看到 因為我們離菜商很近啊 一個禮拜過來試就好了 廠商送菜品質要相當 因為我們場景就是不互信嘛 一定要到現場去看 才不會說買到臭的壞掉的 電商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就是信用 這磨合嘛 因為這個孩子 這個線上線下的問題 不知台北台南也在五月底 就推市場外送宅配 高雄的好家在協調平台商家 外送餐點商品 後疫情時代 各地政府努力協助商家轉型 維持生意 各地新聞由趙偉 趙燕青 配合